大家好,歡迎今天來香港大學專業造生學院中醫臨床中心及中藥房的健康講座 開始之前提到大家,剛才拿了健康心目標,可以放在綠色桌上 今天的講座是關於保健推納的 我們請了我們Hong Kong Youth Space臨床中心的推納師,馮詩永先生 事不宜遲,我們就交個時間給馮詩永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講的中醫健康講座,題目就是認識保健推納 助理舒緩,都市痛靜 我是主港馮詩玲,香港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中醫臨床中心及中藥房的保健推納師 首先,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在2014年的時候,我就跟隨徐光耀教授進行推納學習 他以前曾經在Hong Kong Youth Space 擔任推納骨商科的醫師,現在已經退休了 然後,2018年我就在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 在年尾,我進行廣州學習農事手法 在2019年就跟隨民間老師學習摩骨診斷手法 在2020年就作為親傳弟子,跟隨民間老師 跟隨民間老師學習摩骨診斷手法 跟隨我們講一講,這個都市痛症 其實它三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它最主要原因就是 心理因素 外部的器官問題 一個內臟和體質的問題 這三個是我們最大最主要的成因 心理因素 比如說我們平時工作 人際關係上 好像愛情、家庭、社會等人際關係上的煩惱 太過辛苦 讓情況令我們承受到很大的壓力 承受壓力之後 我們大腦和神經系統 會被身體持續緊張太久 就會引發到不適 比如說我們香港很多患者 因為很緊張 容易造成一些肩頸部的勞損 再加上頭部的肌肉都很緊張 有時候就會發生頭暈頭痛 第二個就是 很多人都會很重視的 外部的器官問題 包括肌肉、骨骼、皮膚、皮膚 皮膚裡面包括筋膜 我們經常因為長時間在辦公室工作 或者一些習慣性動作等 造成姿勢和動作失衡 當局部承受過度的重力 或者動作的負擔太大的時候 肌肉和皮膚會產生組織上的變化 於是發展成僵硬和疼痛 第三個其實 我們很多人都忽視的 就是 內臟功能和體質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吃一些不適當的飲食 比如吃一些肥膩的食物 一些生懶的食物 過度勞累 運動不足夠等 令到我們的內臟功能低下 體質偏弱 陰陽失調 有內臟功能 失調 引起周圍的肌肉神經 導致它肌肉緊張 經驗倒失 皮膚感覺和體育順患等 質上 是 因為經驗倒失 氣血流通不暢順患 而引發不通則通 以上三大問題 互相連結 息息相關 例如心理問題 會影響到肌肉骨格和內臟 反之 肌肉的緊繃 都會影響到心理和內臟 會形成一個循環 這樣 關於肌肉僵硬的問題 僵硬 疼痛 令我們很煩惱 它們的基本原因是甚麼呢 根本原因是甚麼呢 一直說身體很僵硬 酸痛的人 他們的身體 基本上處於一個緊張 發硬的狀態 持續下去就會造成血液循環不好,而呈現一些結節。 我們稱之為一些肌肉結節,或者硬結。 這些硬結一旦惡化,有時候那個部位會痛。 而這個痛,它分為摸它,就會產生疼痛, 或者不摸它,它自主都會發生疼痛。 說這種被動性的疼痛,積累日久就會因某些有因而引發, 變成主動性的疼痛。 被動性的疼痛按壓它的部位時,會發生酸、麻醬、痛的感覺。 而主動性疼痛,有些時候按壓它會發生刺痛,有些時候會發生酸痛感。 除此之外,我們出現僵硬這件事,它會帶來身心上的不適。 因為我們僵硬的部位,必定有中醫上的經脈所在。 所以肌肉僵硬都代表那部分的經脈堵塞。 經脈不通,而引致,而間接導致一些內科的疾病。 另一方面,如果放任它不理會,就會產生一些引發疼痛的物質。 然後這些物質就會將疼痛透過神經傳達到大腦。 持續的疼痛就會形成一種壓力,誘發一些負面情緒。 而這個負面情緒又引致它痛上加痛。 於是,或者導致內臟功能不適。 貧痛的地方亦會互相連接,而引發一連串的不適。 貧痛的地方亦會互相連接,而引發一連串的不適。 好,接著我們說一下這個都市常見的一些疾病。 我們先講最常見的。 曾經八成的人都曾經有的訓禮頸。 即是肩頸痛。 中醫稱它為落枕。 那它的症狀呢,就是肩頸背痛。 有些人在傷了之後,馬上有疼痛。 有些人在傷後的初期,疼痛比較輕。 一段時間之後,疼痛越來越重。 或者反覆,有時輕,有時重。 多數人就呈肩頸背痛的持續性疼痛。 有些人是一陣痛,一陣不痛。 慢性的患者會覺得肩頸背部很重。 鈍痛、悶痛,或者酸臟痛。 第二個症狀,就是患者會覺得活動受到限制。 癖痛會因為這個活動,深呼吸、吸受、打噴嚏等變得更加劇烈。 慢性的患者容易覺得累。 稍微長時間坐和站,他們就酸痛得很難忍受。 左右轉頭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 譬如說,我們訓禮頸的病人, 左右轉頭沒有辦法達到很大的角度。 通常角度就會稍微縮小。 天氣變化的時候, 他又會誘發或加劇病情。 譬如說,她的調治方法。 譬如說,她的調治方法。 這個患者是一個傷根的一種。 急性傷根,如果不進行有效的治療, 拖得久,就会与血凝结局部的组织肥厚,粘连, 令到相处,弃血凝制,血不永根,不通则痛, 肌肉净乱,疼痛,伴有活动受到限制, 慢慢演变成慢性的根伤,又称为慢性劳损。 我们调治以推拿按摩手法, 仔细触摸它经落的堵失点, 肌肉竞联的部位作为重点, 松解肌肉粘连结节并伴有酸麻胀痛的地方, 按压穴位已达到经落通畅, 活血化与消肿止痛, 松解黏练,骨症筋油等作用, 能够快速舒缓疼痛部位的感觉。 调治之后,患者就要注意他的姿势, 避免一些圆肩缩缩的姿势, 圆肩缩缩缩是这样, 避免冷气、风扇直吹后背和肩颈部, 如果经常使用电脑的人, 应该水平直视屏幕, 桌面不要太高或太低, 坐得久工作后, 就要慢慢地活动他的肩膀。 如果我们这个范围颈, 日常究竟什么姿势会容易导致他呢? 譬如说,我们圆肩缩缩的姿势, 骨骗、玩手机、做家务、拿宠物、 甚至是背小孩、背书包、 单手用力过多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带动这个单质的肌肉拉筋, 骨骗受力不均衡, 骨骗就会移位了。 肌肉与骨骗而为压迫神经, 产生疼痛。 我们现在进行, 如果我们平时, 如果想简单地舒缓肩颈膀痛, 我们可以用刮刷简简单地舒缓, 那我们现在做一下简单的 颈背部刮砂手法演示。 我们就请一下我们临床中心的药房同事, 阿俊就帮忙做我们一个模特儿的, 因为今天在这里不方便去脱衣演示的, 其实平时的话应该是除了衣服的, 那麻烦我们Nobie演示一下。 那我们刮衣服呢? 可以使用这个, 是, OK。 可以吗? OK。 OK。 我们刮衣服呢? 可以使用这个金属板, 扁石啦, 牛角啦, 还有玉石啦, 是啦。 所有硬物的其实都可以的, 那油呢, 就可以使用BB油啦, 姜油啦, 刮衣服呢? 还有药油的。 是的, 刮衣服的时候我们刮板呢, 就用大鱼制, 把板放在大鱼制那里, 放在大鱼制那里, 刮板的时候呢, 大约是45度角, 45度角。 那我们刮衣服的时候呢, 就用一个旋转的手法啦, 靈活地活动手腕的, 是的, 那我们先刮刮衣服, 我们先刮衣服的时候, 有肩颈部的疼痛, 首先刮它, 颈部两侧的这里的肌肉, 用一个旋转的手法。 一开始游轻的力量, 后来就可以慢慢加重的。 是的, 如果你说, 在刮衣服的过程中, 如果感觉到它里面有一些结节, 它就可以加重那个部位, 就是多在那个部位那里旋转, 去鬆解它。 甚至那个部位, 你看到出的比较多沙, 就代表那里有筋膜上的黏黏。 那个方法是很容易出沙。 因为这种手法很容易出沙。 使用一个旋转的手势。 因为这种手法很容易出沙, 黏黏 力度一开始是轻一点的 之后慢慢加重的 没有的 你累了可以转另一只手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身体的循环代症能力 刮完这个颈部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斜方机 斜方机那里刮 在这里 其实隔着三刮都可以 不一定要 脱衣衫加油 颈部的两侧 两侧这里 转一转 两侧这里有我们的 空锁与力机和斜角机群 第二侧 这一家人 在主意 小小的 脱衣 你的 许多 猴 荣耳雄是一种好事 它就容易出沙一點 都可以 都可以 自己都可以 自己都可以的 保健手法 對了 兩邊這個 空所與特機和邪角機群 刮到它覺得有少少瘟疫感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求它出沙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就不同了 接著我們刮這個 肩甲骨內側的這些肌肉 定型肌群 推出的 肩甲骨上面 兩個室堅峰 上面掛一掛 回到 中間,這個就是柱子 接著我們演示一下肩頸部的激痛點演示 講一個簡單的激痛點,首先就是肩頸甲角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凹痕的位置 我們可以用手指或者手肘,一般是用一個點按的手法 這個自己就難幫自己做,一般是幫家人 找到一些硬的痛點的位置 或者可以這樣 是的,我們的同事就覺得很痛 是的,鏡頭看到嗎? 是的,或者可以進行一些坦博的手法 甚至是用管法都可以 是的,OK 其實按的時候可能就會有些痛的 是的,始終 按的時候可能就會有些痛的 按的時候可能就會有些痛的 壓下來那一下是會有些痛的 是的,但是如果現在完了之後就會熱一點 輕輕的 按下去的話,其實會覺得它是 即是軟一點,沒有之前那麼硬的筋 現在這一刻是鬆了的 可以的,但是要等它刮完之後 要等它的沙蕭退了之後 是的 是的 不好意思 各位 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一開始要輕輕一點 沒有的 沒有的 哪些位置不可以刮? 一些有感染的位置 一些有感染的位置 是的 好,接著我們講一講這個 是,堅州鹽 是,堅州鹽它全名是 肩關節周圍鹽 簡稱堅州鹽 亦都叫痛堅峰 這個病是以肩關節疼痛 和活動功能嚴重受限 為主要的表現的常見病症 它好發於40歲以上的患者 五十歲左右 最為多健 那它又稱為五十堅 女生呢 就 多的 那勞動小的市民 就比勞動多的多健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療 就可能很嚴重地影響到 它肩關節的活動功能 那我們中醫的保健手法 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堅州鹽呢? 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們的肩部發生退化 肩部又缺乏運動 在正常的生活中 容易傷到肌腱和肌肉 如果不及時這樣調製 它就會造成肩部的疼痛 或者黏黏 有些人在勞動中 傷到肩關節 時間久了 它就形成肩周炎了 它的臨床表現 第一個就是 疼痛 肩關節周圍廣泛的疼痛 早期情震發性的疼痛 以後逐漸形成持續性的疼痛 逐漸加重 早上早輕夜晚重 不可以向患則睡 影響睡眠 肩部受到拉扯的時候 可以引起劇烈的疼痛 第二個就是 它的活動功能 會受到限制 由於關節囊和肌肉黏黏 長期不用 引起肌張力降低 可以令肩關節各個方向的主動活動和被動活動功能受到限制 特別是當肩關節外展的時候 外展的時候出現典型的抗肩現象 抗肩現象 上臂不可以上舉 不可以後背 等現象 方法主要是 以按摩油根手法使其骨症根由氣血治療 調治之後 更多活動手臂 更多做爬牆訓練 防止肌肉再次黏黏 爬牆訓練 首先舉起雙手 然後 放在靠近牆 靠近牆 然後我們的手指慢慢向上爬 爬到盡 這個動作就是 我們做完推拿之後 防止它二次再黏黏 加強它的效果 防止它復發 好 接著 我們現在 就講一講這個 肩部的刮砂手法 我們平時都可以去使用的 是啊 我們兼 來了 走啊 我們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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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首先我們先塗油 我們一樣是拿著大嶼鍵 45度角的旋轉動作 首先在我們一般堅洲炎,要刮三角肌 先刮三角肌中速 刮一刮前速 要刮頭 痛嗎? 不痛嗎? 如果患者覺得痛,就可以轉換一下它的位置。 一般堅舟員,優先掛這個手臂。 這裏有些沙。 對了,它只是這個部位,這個部位有沙的。 那裏就比較難出沙。 小朋友都可以。 小朋友沒有見周嚴問,剛剛的powerpoint說了,40歲左右。 小朋友掛主要是調理身體。 小朋友掛主要是調理身體。 小朋友掛主要是調理身體的。 然後,我們會掛主要在這裡。 挖個招來喔 是很大影響的 肩甲骨 上面有股上機和股下機 還有我們後側的 三頭機 不用了 隔著衣服的話 就不需要塗入 好的 我們現在演示一下肩部的激痛點 演示 肩部的激痛點主要是 是三 病人的手放在旁邊 平擺 接著我們是 在肩峰位置下一點 下一點 這個是我們的三角肌 在中速 找一些比較硬的地方 去按壓 這個是我們肩部的激痛點 是 好 簡單演示一個激痛點 是的 按壓可以 你躺著也行 躺著也行 躺著也行 躺著的話就是 平躺 平躺我們在旁邊這樣按 它 是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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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我們說一下 這個 高爾夫球爪 它全名是 公骨內上科研 別名是 高爾夫球手 它跟網球手不同 臨床表現 是 走關節 疼痛 是在走關節的內側疼痛 總象 活動功能障礙 走關節在半屈身為 走窩飽滿 鷹嘴厚凸 前臂縮短 前後競爭闊 等症狀 活動功能障礙 活動功能障礙 走關節過身 屈曲受限 走前有隆起 前臂比健則長 那 它的病病機是甚麼呢 它主要是因為 傳達性的暴力 和槓桿作用所造成的 臨床的關節伸直 前臂是船後位置 船後位置 內側掌面觸底 傳達性的暴力 令到走關節過度厚身 造成關節移位 肌肉緊繃等 或者多次提寵物 都會令到肌肉緊繃 牽拉骨格 和肌肉緊繃 現在的人多數是寵物導致的 那我們的調治方法 主要以按摩油筋手法 令到它骨骰筋油 汽血治流 調治之後少活動 避免拿寵物 以正養為主 好 我們來演示一下 這個刮沙演示 先塗油 如果是高爾夫球手 首先 就在走關節的內側 即是胸骨內上科的位置 如果是網球手 又倒轉 在胸骨外上科的位置 外側叫網球手 內側叫高爾夫球手 刮山是沒有任何損害的 對了 好 痛嗎 痛嗎 這個 對了 掛完上臂之後 掛到前臂的位置 對 然後掛到前臂的位置 對 然後掛到前臂的位置 轉過來 轉過來 把你還等 太了 OK 高爾夫球手和網球手 形成不一樣的 好 接著我們講一講 第二常見的都市病 好 就是腰腿酸痛 和臀部痛 包括左骨神經痛 急慢性腰流傷 抵抵抵症 症 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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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為急性損傷 和慢性損傷 兩種 急性損傷 它就是引起疼痛,多伴随損傷和時間出現。 它有痛的程度,因為損傷的程度而不同。 比較嚴重的病人,它傷了之後就會馬上出現比較劇烈的疼痛。 可以影響到它的活動,活動嚴重受限。 有些人,它會出現一些強迫性的體位。 強迫性體位,即是因為它的疼痛,而引致它被迫去做一些體位,令它覺得它會舒服。 會舒服一些。 有些人,它傷了之後,雖然覺得有疼痛,活動起來稍微有點不舒服。 但是不嚴重,過幾天之後,它的痛就逐漸消失。 但是過了一天到半天之後,逐漸出現疼痛,並且迅速加劇,明顯影響到它的活動功能。 另一種就是慢性損傷。 慢性損傷的腰痛,它一般表現為忍痛或者鈍痛等的慢性痛。 這個痛對腰部活動的影響較小,但是休息之後,它的疼痛會慢慢加劇。 休息不動的時間越長,它的痛就越明顯。 所以患者經常在下半夜或清晨被痛醒。 醒了之後,腰部僵硬,難以活動。 活動,疼痛就會加劇。 起床之後,它的腰部活動開之後,疼痛就可以緩解。 活動就像平時一樣。 所以這個急性損傷,疼痛是比較劇烈的。 而這個慢性損傷,它多數在休息的時候,不動的時候會加劇。 將它活動開之後,它就會慢慢,沒有那麼痛。 體徵方面,急性病人在腰部活動到明顯受限,可以呈現強迫性體位。 活動時疼痛加劇,後身疼痛加劇,下肢的支力是感覺正常的。 慢性病人在腰部活動之下。 慢性病人在腰部活動之下。 或者輕度受限,早上起床的時候腰部有明顯受限。 腰部僵硬,腰部呈現持續性的疼痛。 活動開了之後,可以恢復正常。 性病人在腰部活動。 病人在腰部活動,好像我們坐得久,站得久。 因為坐和站的時候,其實都會用到我們的肌肉長時間用力。 加上腰部負荷過重,抱小孩負重工作,彎腰太多,或彎腰旋轉動作下扭傷,骨盤不穩,這些情況都會導致腰痛。 調治方法主要是放鬆軟組織,主要以按摩油筋手法,令骨正筋油,氣血滯流, 避免停討或彎腰旋轉性的動作,避免扭腰或轉腰的動作,和拿寵物等。 好,我們現在來做一做這個簡單的腰部的激痛點顯示。 是的,我們腰部激痛點呢? 首先摸到盤骨,這裡是盤骨。 這個腰部和盤骨的甲骨處形成直角。 骨頭部的骨頭部的脊椎和脊椎。 這個骨頭部的脊椎可以按壓。 找到一些肌肉的硬點和結節位置,進行按壓。 是的, 好,OK 好,接著我們來講一下 頭痛、臉痛、偏頭痛症 頭痛好像感覺到頭臂在綁緊 或者好像壓得很緊 有些人經常都痛,大部分人是忠悟到狂晚特別痛 這類頭痛是因為肩頸部勞損 而引致肌肉繃緊,無法放鬆所引發的頭痛 這類頭痛發作時在整個頭部 並會延伸到頭皮、太陽與頸背的位置 而這個偏頭痛特徵為一側的頭部 一個部位反覆性劇烈疼痛 但它不是唯一的特點 有些病人會兩邊都痛 後腦枕也痛,甚至整個頭一齊痛 可能會伴有一些惡心嘔吐和視覺性障礙的症狀發生 視覺障礙,視覺障礙沒有那麼清楚 感覺到眼皮好像被壓住 另一個是臉痛 我們又稱之為三叉神經痛 疼痛局限在三叉神經分部區 即是我們這個位置有三條神經 突然閃電似乎短暫而劇烈 好像閃電似乎短暫而劇烈的疼痛 每次發作由幾秒至一兩分鐘便會停止 那它的病肌呢 就是因為它的頭部肌肉緊張 肩部以下的位置太緊 血液不可以上流到頭部 骨骼不正 筋膜又不可以柔軟 氣血流通不暢順 腦弄不足 腦弓血不足 筋骨不正常的位置 壓迫到神經作痛 我們調治的方法 主要是放鬆軟組織 以按摩油筋手法 令到骨正筋由氣血治療 好 接著我們現在來做一下這個 頭部的簡易按摩法 首先我們用這個小魚掣 小魚掣 小魚掣 小魚掣就是我們這個位置 進行一個旋轉性油按摩法 這個位置 位置就放在耳後 耳後的位置 耳後 一隻手就放在它前 前壓部分 這個都可以自己做的 放在這個後腦枕的旁邊 先做右邊 然後 然後我們做左邊 一樣的手法 不是封詞 封詞魚在下面 封詞魚在下面 封詞魚在那個凹位那裡 這是我們覺得有疼痛 有些不舒服 有些脹痛的地方 有些不舒服 然後我們穿著 去到中的電話 可以靠上方 不舒服 有些不舒服 進行一個像梳頭一樣的動作, 首先梳這個正中線, 連梳幾下, 用力滲透進去, 接著我們梳旁側這條膀胱經的線, 然後左邊拉到後腦袋, 頸那裡, 梳就沒那麼舒服, 可以梳回向前, OK, 接著我們演示一下頭部的刮沙手法, 頭部主要用牛角, 因為它可以有平肝前陽的效果, 頭部的刮沙板, 它一般是有些曲的, 因為它的頭部是會, 頭部不會起沙, 對, 對, 先刮这个边顶的位置 普通刮砂板都可以用的 只是这种刮头部会比较好,最好效果的 这个牛角刮砂板,名称 刮砂板,没有什么名称 接着我们刮这个后脑枕 头部就不一定的,是啦 是啦,头部不一定的 是啦,接着可以刮我们的头側部 有一些硬点结节的位置就可以在原地旋转加强 好,要变了 好,要变了 刮砂板 按摩的话,它就贴底些,刮砂板是简易的舒缓一下 是啦 OK OK 我个人的总体调治方法 就是推拿中将肌肉和骨格自然回位的推拿手法 讲究方向感,不止松筋在肌肉和骨根密三大层次进行保健推拿 根据它的情况,使用静态或者动态的松筋手法 我个人很强调触摸的诊断,准确判断肌肉和骨根膜三大层次的问题所在 以进行保健推拿,令患者觉得缓解 以诊断精细,安全,舒适,为准则 以诊断精细,安全,舒适,为准则 我说一下我的病例 有一个患者53岁,他是面痛的病人 他之前偶然一下面痛痛痛痛痛痛 他局限在三叉神经分泊区 发的时候好像闪电那样短暂而剧烈的疼痛 找了西衣之后,他没有办法解决 他们只是说要用止痛的药物 检查之后,五官的歪斜程度比较明显 经我调治一次后,五官的歪斜大幅度减少 他的疼痛大幅度减少 他的疼痛大幅度减少 在四次之后,就没有症状出现了 另一个患者,他是47岁 他有偶发性的心跪 心跪就是好像心方心跳的感觉 有时觉得空门气短的感觉 空门气短就是说 好像是空门气短的感觉 空门气短的感觉 空门气短就觉得空门不上了 腰部丹致又有疼痛 曾经照心电图等西衣诊断 并未发现有原因 进行这个手法推拿之后 心跪一次比一次减轻 其他症状也逐渐消失 现在就没有心跪的 空门气短的感觉 空门气短的感觉 另一个就是33岁 他有头痛头云 并伴有肩颈部疼痛 牙咬痛 左边半边身有拉扯 承边有拉扯的感觉 活动有受限 肩部的痴方机会有凸起的活动感觉 进行手法推拿之后慢慢改善 病人满意 头云头痛的症状消失 拉扯的感觉 肩颈疼痛消失 但是近来病人转换工作之后压力大 病情会偶然复发 仍然在保持调治中 仍然在保持调治中 也很努力去分享他们的一些手法 也要谢谢我们的房同事阿俊 做我们的模特 是的 我现在也想做一组 我们的活动预告 也有一张照片 我们的页单的意思 其实我们在10月21日 就是下个月会有一个二诊日 大家如果有兴趣 就可以留意着我们的Facebook 到时就会开放给大家去报名 其实往年都会 不是往时 我们隔两个月会做一次的 都会很受欢迎的 很快就会开放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参加我们的二诊日 就记住留意着我们学校的网站 和我们的Facebook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11月4日都会在中央图书馆 有一个健康讲座 分两场 第一场就是由我们临床中心的主任 我们张康湘博士去讲一个 脑退化症的一个中医辨证 调治的方法 另一场也是我们的叶丹博士 就会讲一些实用的一些 五藏六虎的保健法 两个都是关于如何去延门衰老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要留意着我们的网站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报名 今天大概就是这么多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用这段时间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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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